近日,纽约大学校长宣布,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,年收入不超过10万美元的新生家庭不必再交学费。 据悉,虽纽约大学的学费会随学院和专业有所不同,但截至2020年,其本科学费再不包括生活费。 书籍、个人开销等其他费用下,大约在5万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,硕士和其他研究生项目的学费则根据所选的课程和专业有所不同,可能会更高或稍低于这个范围。 纽约大学董事会新任主席切斯勒认为,此次调整将扩大低收入学生的学术机会。 他说,为学生提供一种曾经可能无法得到的世界一流教育,可视为创造机会,践行大学精神的行为。 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10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 洛杉矶县独户住宅的中位价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90万美元, 从8月到9月底,该线房价中位数攀升了3.7%。 从88万2020美元升至914640美元。 这与全州房价逐月小幅下降的趋势背道而驰。 上个月加州的中位销售价格为84万3340美元, 低于8月份的85万9800美元。 旧金山湾区仍然是加州房价最高的地区。 房价中位数为130万美元, 其次是中央海岸95万美元。 房屋销售继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高昂的抵押贷款利率。 该协会表示, 加州九月份现有单户住宅销量下降5.4%, 较上年同期下降21.5%, 这是连续第四个月销售下滑。 截至本周三,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为7.57%, 比两年前高出4个多百分点。 与去年同期相比, 加州所有主要地区9月份的房屋销售量都有所减少。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10月17日访问德国时表示, 约旦和埃及不会接收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。 埃及总统塞西说, 以色列切断加沙地带电力, 水源的行为是将巴勒斯坦人强行转移到西奈半岛的一种手段, 埃及坚决反对这种做法。 他强调, 各方应竭尽全力推进巴以和平进程, 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。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强调称, 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绝不能由他人来承受, 需要找到一个能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前景, 并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能够共同努力, 否则暴力循环将一直持续。 中国官方媒体和多名网络博主日前称, 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将对许多影响力大的博主 与网红账号10月底将实施前台实名制, 即在微博首页展示其姓名、职业讯息。 如果施行, 这将是中国增强对互联网管理的最新动作。 网络截图显示, 微博发给大V的通知提到, 这次针对的是时政、 娱乐和财经等敏感领域的大V、 美妆、美食等领域不受影响。 微博总裁王高飞在微博上间接承认了规定的存在。 在回复一位博主的问题时, 他确认了拥有一百万粉丝或更多的账号将被前台实名, 而未来这一规定最多会涉及到拥有至少50万粉丝的账号。 粉丝数低于这一标准的账号将不会被影响。 但他也补充说, 他说的不一定算数。 微博讯息显示, 使用化名的大V已陷入恐慌, 担心身份曝光不但影响工作、 家庭与生活, 还会遭到肉搜网报。 许多大V发声反对, 还有许多网红表明若实施就注销账号退出社群。